最少可能要垮掉一百万 这个的种水倒是够呢 就是它的雾层很薄啊 你看它这里 这个位置上已经开始露出来了 这边是红的 这边是滑的 然后这边薄啊 种水是不错 这个问它叫多少 叫五百 如果一百五就拿 这东西人家还给一百五啊 你跟他说一百五 我是看不到的啊 他说 这个一百五的话 才可以 在这里的 黄呢 买的比较少 我断定呢 这个里面的种会很差 但是它的雾层是很薄的 你跟他说 一百五丰嘛 给它五万小费 让它好好说 我们也总结一下经验 这个红黄切出来 是不是像我们那样子的 我感觉它里面的白肉 它不会灰 但是呢 它也不可能说会起冰 它起冰不是这种感觉 有可能就是肉细细 有点糯糯的感觉 这一百五万多 一百五十 加五万少费 你数给它 一百五十五 它这个就是雾层很薄 里面的白肉 如果能够白一点点 化一点点就够了 但是没有多少啊 上面这一条 中间那一条 上面没有了 所以等一下就把它切了就知道了 这个料子呢 它就是情况就这样子的 它这个红黄 它这个外面这个红 它不会很厚的 然后呢 就是薄什么 薄它里面这种料子 我们叫它金包鱼 它里面呢 就是白的 如果种不好 运气不好 里面切出来是灰的 那我们从这条裂切下去 它会有个情况出现 切的时候可能切的不是很干净 看的不是很明白 但是切料子嘛 肯定是要顺着料子切 顺着裂切 它这个红黄种是不错的 你看 它切在蓬火心 它的水跟不上 它就是切切 有可能切得不平 它切得不平嘛 它这个水没跟上 你看 歪了 刚好都是一条裂的 影响不是很大 要是别的料子切歪了 那是新的盆子啊 起松哦 它里面是黄的 有种 但是它黄 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跟爷想象的也不太一样 可以哦 有味道 乌橙薄薄的 太重了 说它的肉 这个种 它的味细 错了 味它错了 它里面还是有种水 它是黄的 它不够白 我要它白才好 那要看这里了 就这样看的话 应该是要输啊 这个好好拨一拨 那就是这一头了 它这是包过来的 这个到时候再去拨 这个目前来说 3600嘛 但是它这个红物漂亮 垮了 最少可能要垮掉100万 这件切下去了之后呢 它肉变黄了 然后呢 裂也变多 是150万 面币也是垮了 最少要垮掉一半 但是它的边边上的 它这个红物层漂亮 但是这个料子什么呢 在裂夺 设计怎么设计 设计就是 你看后面这些黄的 它这个黄 它不是那种黄物层的 黄 它是那种肉 咸黄 我们做翡翠的 最怕灰跟咸黄 就最怕这两样了 然后这样子就帮我来这一面做面 然后呢打下去 打到有一些 见到那些面的那个 咸黄肉 做成假伤 然后这里呢 就像盆栽一样了 然后就这里是树 生出来有叶子 然后呢 有两只喜鹊 相对的 只是这样子看 看到你想吗 双喜啊 人生没有吉喜 人生如果能够双喜 你们 那不是很得意的事情吗 你看 一件喜事接着一件喜事 接着来 料子缺垮了 咱设计的题材 做得还可以啊 好